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谢谢上星期打电话来的观众和网上留言的网友 这个礼拜一和礼拜二在立法会就进行了 明年度的经济财政范畴的施政方针的辩论 经济财政司长梁慧德都是在这次会议 对议员提出的关注的问题都要作出一些会议 今天我们一起来谈讨一下关注经济财政范畴的施政 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我们很高兴邀请到 澳门负责任博彩协会理事长崇伟杰先生 宋先生你好 我们邀请到民生事务关注协会会长余根诚先生 余先生你好 大家好 我们还邀请到地产业总商会副会长梁明辉先生 梁先生你好 你好 我们欢迎市民朋友继续打我们的二线电话28789192 28789192 或者通过营工号上面的网址和我们网上交流 那现在我们就开始今天的正题 就谈讨一下明年度的经济财政范畴的施政 先从我们的隔离宋生谈起 那我们知道博彩业都是我们经济的龙途产业 那今次司长也有讲到要规范博企的营运以及强化 对博彩中介人的监管方面 那你自己有什么建议和意见呢 嗯 那其实看回今次财政司司长的施政报告那个方面 其实都比较平稳的 那但是说回特别在中介人方面呢 其实我们看到呢 这次司长很强调呢 就是要在中介人上面的监管上面 特别在法律修改那里呢 是比较着重一点的 那但是其实我们看到呢 自从之前有一些可能一些叫做卷款潜途的事件 那形成了好像一些 特别是在关注这个贵宾厅呢 是一些可能暂存款项这方面呢 是比较希望将来严格监管多些 那其实我们看到 这一个呢其实都是合理的 因为好像司长讲 这个叫做非法暂存呢 那他说明都是非法的 那一定是这个一定要取题 但是在我们看回呢 其实在中介人上面呢 那个法律 现在呢可能其实一直 中介人都有一些诉求 那其实 但是好像在今次的施政里面呢 我们看不到呢 有对这一点的着脈 那特别是 好像关注在一些叫做 因为一些博彩 那特别在中介人上面呢 衍生一些债务的问题呢 其实中介人其实都一直提出很多年 但是到今时今日呢 好像都还没有一些回应 那特别我们看到 好像邻近地方呢 可能新加坡啊 或者其他有博彩业的城市 特别在美国呢 那其实我们看到呢 以往我们都看到一些 可能一些关乎于博彩业的 本身的债务问题呢 其实都会是通过一些 可能是法院啊 或者一些法律程序去追逃 但是特别在我们在澳门上面呢 我们有一些之前呢 我们都听到很多了 那在这方面呢 是真是可能是比较忽略 那当然我觉得 在这个中介人的监管上面 一定是必须要严谨的 那但是会不会又形成了 好像大家觉得 好像有义务 权利好像就缺乏了 那这方面呢 政府特别在法律修改上面呢 这些可能要怎样去 和一些内地政府也好 或者其他政府也好 会不会在一些 特别在一些债务上面 会不会要增加一些的 可能在那边关注更多一点 特别我们看到之前 我们讲的资金的问题 其实这个呢 经过了之前的事件呢 其实我们看到现时的中介人呢 的而且确比以前更具实力 但是问题是 我们不能够说 有得市场自己这样去调整 特别在这个行业博取博上面呢 是对于我们澳门本身 整个整体的经济呢 特别是长远的发展呢 都是一个很深的影响 嗯 如果我们这个不做好它呢 那将来呢 一定会可能对行业的发展会有影响 特别是 变成了对澳门的民生啊 或者其他行业都会有影响 嗯 那之前也有提及到这个博企方面呢 要加强这个竞云呢 那很快要倒牌重生 要竞投啦 你觉得对于这些社会责任方面 那博企应该怎样加强做好一些对社会的回馈呢 嗯 其实我们看到呢 那么多年来说呢 其实博企在这方面呢 其实都是有做的 嗯 但是只不过你说它 哪个多点哪个少点 或者会不会有一间公司是多点的呢 其他可能叫做没有那么注重 那也不是说没有那么注重的 其实我们看到这么多间公司 其实都在社会责任上面呢 它们都肩负很多 那但是问题跟我们 如果以前回归之前呢 未开放这个博企的时候呢 其实有一些可能在政府 例如好像叫做梳 我们最近经常说的水浸 那其实梳河这些工作 以前是由博企去承担的 那会不会我们有一些可能一些 特别在建设上面 会不会由博企去承担呢 那但是你说 是否完全我们依赖博企去做这些东西 我们觉得又不是那么合理 那尽量其实我想在各方面都要得到平衡 那但是社会责任方面呢 当然我们现在以特别的博企来说 是整个澳门的龙头产业 那当然在他们的收益上面 可能是比较风雨 那也都有比较多的资源 去运用在这个社会的责任上面 那我们没有可能说 他们其实都是一个合法经营的公司 那我们没有可能说 完全将所有的责任推给他们 那但是呢 希望大家都希望 他们在各方面承担多些社会责任 因为始终 畢竟他们在澳门 赚取的利益都不少的 那但是税收也都是不非 那他们已经尽了交税的义务 那是不是就不需要履行呢 那这个我想都不一定的 但是我们看到现在社会上面呢 坊间有些特别是一些工会团体啊 可能对于一些可能在未来 在会不会有一个赌牌 重新竞投的时候 在一些 企业上面对员工的责任要求多一些呢 那当然员工方面一定是对这个诉求是有的 但是其实会不会我们都要平衡回整个澳门整体的社会 特别是其他行业 因为我们现在整天都在说要多元化 产业多元化 那如果我们在偏重了在员工福利 在这个博企里面太多的时候呢 会不会形成了其他的产业呢 更加难扶持上来 其实可能我们想会不会在社会责任上面 会不会其实有一些可能博取企业 他们其实肩负责任除了他本身的员工之外 会不会是其他行业其他产业 怎样辅助其他产业去升级呢 转型呢 特别现在我们讲很多的 可能在一些讯息科技上面 更多 现在我们都鼓励着叫做创生创业 那其实很多的产业 有一些新兴的产业 那怎样可以用一些博企的资源 去辅助一些其他产业 令到他为澳门未来的整个整体行业的发展 更加多元化 好 那我们就顺着宋先生讲这个 负责其他企业方面呢 那我都想问一下余先生 其实今年的施政都要提到 要鼓励企业研发 又支持中小企业提升自己的竞争力 还有推动社区经济 对于这一方面 你觉得应该怎样去建议政府去做到一些工作呢 其实企业来说 尤其是中小企的最大的优点 就是市场触及转身比较快 首先来说我们要清晰 我们现在现时本身澳门的优势是怎样 随着港洲大学通过之后 现在游客逐渐会增多的 尤其是我们鼓励企业的创生 当然我们企业创生之中 我们都有一个利润才可以创生得到的 也都是考虑一下我们市场的价值是怎样 比如好像现时我们基本上的中小企业都是一个零售业 比较佔半岁95的 零售业佔半岁95之中 我们现在好处就是政府 特区政府这么多年打下这个诚信的基础 令到我们零售业有一个推广的一段时间 但是已经基本上被游客的诚信的标志在那里了 所以我们销售方面的障碍是比较少一些 但是如果是随着国家 现时开放入口的税收会不断降低的 我们以往税收的差价十几二十个percent的优势 差价优势会逐步缩窄的 比如好像现在的奶粉那方面的东西已经收集到七个percent或者以下的了 再加上成本那方面的东西 在上面买更快 所以我们如何在我们的零售那方面 加强我们的诚信那个品牌 所以这个要政府 比如好像一个验证 或者每一个零售想发一个特许 或者更加的诚信店那方面 当然现在是有的 但是比如一个贵重的金色 我们现在很多的金色都是在香港那边 再验证才到我们这边澳门的 那我们可不可以在澳门又做一个金色的化验所 那令到我们这些贵重的珠宝行业 或者其他东西可以从澳门的品牌出来呢 当然我们澳门的零售业都不游客那么多的 所以来说应该是可以做到我们本身自己的品牌 十多年来我们的品牌形象已经到了 那我们日后是靠什么呢 都是靠诚信和优质标志 这样才可以再拓展到销售网那样 明白 好 现在我先和梁先生再谈一下 那我们知道其实防火政策一直都是大家很关注的一个重点的问题 那市民普遍都是认为目前澳门是一个存在上楼栏的问题 那你觉得目前澳门整个楼市的发展健不健康呢 那你觉得政府应该怎样去监管和以后的调控呢 其实特区政府近这两三年都和我们业界都有一个沟通 都很关注这个楼市的 其实相对起 不要说十年前那么远 说着五年前左右 他推出的措施其实已经在市场上有一个很显著的功用了 第一 澳门的楼 他们以前就说怕炒楼炒楼 自从在2011年2012年推出了个特别印花税和个卖家印花税 第一外地的买家已经是越来越越少 那么去到尤其是近年再推出了一个第二套房 第三套房的税收 就是以往很单一的3%这样 现在第二套房5%第三套房再加多10% 那就再令到买楼的人买下去是更审慎 还有在按揭那里已经和金管局有一个共识 我相对觉得现在其实楼市是健康的 也都在数据上面都做得好的 有很多透明度的 就是定期有一些数据去发放 年轻人其实就这样说了 就容易了上车的 我们业界看一样就是 现在政府这个布局其实在未来 如果经济再增长呢 就会有更多的一群人受惠 因为社会就是一个很 你看下去就社会是 买了楼再买楼的人是容易一点的 未买过楼的那一群呢 买第一套楼是困难和考虑很多的 我们看回措施成效 推出了大概大半年了 我们看到很多因为这个优惠 就令到那些年轻人上车 都是刚性需求的 没有以前很多 很多誘因 比如说觉得楼市永远都是向上 拿来囤积、炒卖 或者用来投资的这个想法 已经慢慢慢慢减淡了 变成是一个需要而去购买的 明白 好 再和淑三谈一下 你觉得当局应该怎样去打击 那些非法博彩网站 和危机站发送的信息 提防市民和有限受骗 加强负责任博彩的宣传 其实这些主要都是在宣传方面 特别是打击这个网上赌博 其实我们看到现在所谓的网上赌博 基本上他们是假借澳门之名 但是其实他们不是澳门的非法网站 但是因为现在我们有很多游客 或者我们自己本身 本身的市民都知道 其实我们进入澳门的时候 很多时候电话就收到那个讯息 其实有很多就是用一些真正合法的娱乐场的名称去改的 那些名字 或者在你上网的时候看到一些网站 其实看到 他说本身是一个澳门合法的博企 而去建立那个网站 但是其实以澳门人所知道这些不是的 但是可能对于一些游客来说 他们因为他们对澳门不是很熟悉 那他们初次来 可能就变成有时候就误信了这些 那可能在这些 可能在我们的进出口岸 那其实可能这些 可能发放了一些更多的宣传信息 那至于负责博彩方面 我想在可能 其实澳门特区政府 其实本身在澳门 都会定期做一些负责博彩宣传 就算现在也好 现在刚刚正直就是那个时期 但是其实会不会我们考虑一下 其实特区政府会不会在这方面做更多的工作呢 因为其实我们知道 其实有一些团体或者一些机构 其实在内地都在做一些这样的工作 在内地宣传着一些叫做防堵的信息 但是问题外于在内地 因为其实我们看到我们现在现时的旅客 大部分都是内地的 但是在内地博彩其实是毁发的 所以可能在这些上面 可能特区政府或者和内地政府 可能在特别现在我们讲的那个大湾区 那个月澳合作 那么其实在这些上面 会不会可以做多一些的沟通 令到一些可能在 一些负责博彩的宣传 可以伸延到内地 那么就令到更多的内地居民 特别因为我们看到 内地居民占多数 但是主要的其实内地的客员 大部分也都有部分 很大部分是广东省 那其实我们现在讲大湾区 那九个城市 加两个特区 那其实会不会在这些地方 可以做多一些宣传呢 那令到更多人去了解这些 特别刚才讲的那个叫做非法的博彩网站 这些令到他们知道这些其实不是我们澳门 真是我们一些合法的叫做博彩网站 那么就形成到 起码让他们知道这些方法 让他们多些知道 好 那余先生想问一下你 关于就是就业方面 现在政府都讲到要优化这个营商的环境 和推动这个青年就业 到大湾区去实责就业的常业方面 你觉得政府应该跟哪几个方面去多些扶持 其实本身我们澳门的人力资源比较很紧张 而当然是去实习 去国内实习 去科技大学中医的范图 都跟珠海那边有个合作的 这个可以理解 但是如果说是鼓励他们回去大湾区创业 首先清楚就是他本身的商业形式 第二来讲就是说那边的税收 条文和经验 他们会不会熟悉呢 这个是很大的问题 还有创业的经验 都是一个很大的考虑 再加上来讲 如果他是政府有没有的资助补贴呢 如果他是政府资助补贴 为什么他不会在澳门这边 先是作一个支持他 我们澳门就识到多元化嘛 鼓励青年创业嘛 在这里扶持了他之后 令他有个合作吸收的经验了 因为我们澳门税收很低 货物各方面很自由 又客又多 回到大湾区你只是税收 已经有时间去搞了 这个是不是一个 当然我们长远计来讲 我们9加2 我们必定要是融合大湾区的 但是叫青年上去呢 我想暂时还不是时机 这个一个来讲就是说 大家也可以看到 我们这个经济状况是 前景是怎么样 可见的未来这一两年 肯定是平稳向下的 向下 第一来讲我们本身那个 我们美元区 我们美元区的货币已经是这么强势之下 我们整个东南亚的货币在贬值的 如果说旅游那方面的东西 人家有比我们的利益加 第二来讲就是看回 现在现时的美国不断加息 美元还会强 最简单好像是澳洲币 或者是加拿大纸那样 今年2月 澳洲纸是6.35的 这一刻是多少 5.71 足足贬值了10个percent 那我们人民币贬值了多少呢 所以相对来说 可以创业 但是应该在澳门这边 就是吸收了经验 然后才是整个大形势明朗了 再回去创业才是正道 因为来讲现在现时的中美贸易磨擦 不是特朗普一个人的 是民主共和两党 都是一个共识 这个基本上是美国的共识 所以我们这个不能够小 就是不能够忽略这件事 而且现在在股票市场基本上已经反转了半年之后 我们的经济会是调整 很清晰的这个 好吗 之前施长说支持这些青年走出去 是为了他们实责之后 以后再回到澳门 你觉得如果他们出面已经很成功了 他们还会不会回到澳门呢 其实本身我们澳门呢 就是一个微型经济体 还有是靠外来的比较侧重 也有一个好处就是营运成本低 他们出去外面吸收经验 首先他们有没有经验呢 如果外面吸收到经验 他们怎么会回来呢 他们的市场都是两回事 只不过很多现在又在澳门 找到第一桶金或者是有一个实力之下 再回到大湾区发展 那这个是必定的 路向是必定的了 因为我们现在一国两制之下 我们两制的优点就是 那个门栏 以往的门栏是优点 但是现在反过来 这个门栏是我们日后回到大湾区的问题所做 如何将我们现有的 好像我们的药品 产品呢 当然现在有一个super之下 容易过以前很多了 那日后都会容易 但是那些年轻人 有没有这样的实力 是可以做到这个企业之后 再回去大湾区创业呢 因为他初初回去创业 不如在澳门创完业之后 吸收经验 再回去 那就会有一个营运成本 和一个成功的机会率会提高了 没有经验回去怎么吸收呢 不如在这里吸收才好 是 那梁先生请教一下 那其实我们知道香港呢 今年已经是推出了这个一手楼的空子税了 你觉得澳门会不会效仿香港 又做一些动作呢 我本人就觉得就不是很认同 第一 他这个空子税就推出了不是很久了 实际的成效 你见不到 这么快就见到的 第二 其实澳门和香港的楼市结构 甚至乎的经济结构 都是两个市场来的 我打个比喻 那我们有数据的 那我们有数据的 香港呢 只在2015年一个很短暂的时间呢 楼市调整了一个短暂的时间 下了不是很多那个比例 跟着就十级以上了 它的楼价 但是澳门在1516年那个经济调整的状况底下呢 其实那个楼价到今天呢 是都未去到回到14年那个 高峰期 高峰期 我们统计的药物应该是七成半到八成左右 最多个别 但是有些 我们看起来 有很多旧楼的价格 都跌到下去的赤价都很便宜的 新楼有些就完全 三分二左右 最多去到 那说明了什么呢 它升了很多了 香港 但是澳门没有跟它 又去得到高峰期 那 我觉得市场上面 我觉得澳门未需要考虑到 它走到这一步 我觉得 还要观察现在来的市场 因为我们觉得 其实那个经济条件 就是经济调整 那个外围的因素 我来看好 就是看不好 不是很看得好 那个经济 我觉得如果现在 政府在这段时间 会再出这个招数 我觉得可能会有些 会有机会用弱过重 这个是我第一个看法 还有其实澳门现在的现有 持有住宅的一个比例是高的 支持物业 出来租楼的新的一代 那些 其实现在才慢慢释放出来 其实 早在一两年前 我们有统计过 会出来租楼住的澳门本地人 比例不是很高的 很多都是外固 或者是要结婚 还没买到楼 或者要出来自己 就是脱离的家 想出来独立那些 才会出来租楼住 买不到楼 而澳门相对的租金 亦都是比轮浮的 那个价钱都是低的 那个租金 就是租值 在这个看法上面 我觉得我自己个人认为 其实澳门还要先观察一下 这个所谓的空置水 刚才我听到梁先生 你提到澳门的租金也算低 但是我们看到 好像我们皇朝区附近 很多这些商铺是空着 没有人租的 我说 那现在这个情况是怎样的 是因为租金太高 而没有商户可以承担得起 还是什么原因呢 刚才我说的是住宅 如果你说商业 其实它的经济 其实已经是自动在调节 我很记得 早一两年前 我记得 有一个公开场合 有一位议员 我不记得他是哪一位 就说过 应该是要大力去调整澳门的租务法例 这个我都认同 因为他说他有很多朋友 就是因为做下一个生意 因为生意很好 业主又不断去加租 其实两面看 今天看回你肯减他租 可能他都未必想留下 减到多少他才肯留下呢 其实是环境 都是很不利中小企的 刚刚余先生所说 我都很认为 现在很多中小企 特别是做食肆的 都根本上是生存的 很艰难的 是的 我反而最近看到 特区政府 他开始真的有一个触觉 看到说 开始改善饮食牌 发牌的制度 因为大家都知道 做一个饮食 你要交几多个月的隔租 让它装修 再出牌 其实是很困难 那些中小企 其实你都想到它的经营压力是很大的 澳门做生意 其实那个制度 就是因为法例的制度 都挺多的 好 现在时间的关系 我们暂时先谈到这一节 现在先去看看天气的情况 回来我们继续谈讨 好 欢迎回来我们澳门开港的影场 今天和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 关注明年度的经济财政的施政 我们现在在线上有冯生 冯生 你好 喂 主持好 你好 冯生 请说 经济财政的民范畴 我看报章看 特区政府又说精兵检政 实际上公务员的招要 就没有少了 多了 一样是被人膨胀下去 因为公务员的开支 不佔我们政府的开支都不小 还有都是靠我们靠博彩的税收那些 有一天真是博彩的税减少了 有没有其他渠道可以補救 失了那些呢 只是公务员也有这么多人 还有 博彩业不是经常这么好的环境 你们不记得08年都试过有个震荡的嘛 那时候第一时间是先找本地人 因为那时候有些朋友都没什么要做 好了 还有现在呢 因为我不是很看好的前景 因为现在就不知道 大陆和美国的贸易战搞得不好 因为现在我们的客源 就几乎有九成 都是靠我们的同胞来进贡的嘛 如果大陆真的少一些人下来 那你那个缺后怎么办呢 怎样找其他的来填补呢 还有我们现在还有几个大半项的工程 都没办法了 怎样埋美呢 真的呀 有什么 你有个办法解决 不是经常讲来讲去 讲没有个 你想一下 如果居安私危 如果日后那个财政收入是少的 我用什么来补救呢 或者我赌税少了 或者用贡地产的税复复一下 假设这样讲 或者那些赌税少了 或者用旅游税补回 你有个方案的嘛 你有个危机感 这个不行的 第二样是补救的嘛 这样如果不行的 会不会炒这些公务员 把澳门政府的开支尽量减少一些呢 都没有居安私危的东西 整天讲着 又说什么中小企又说 怎样扶持 如果全部都是政府扶持的 那是政府做的 多谢冯先生的提问 我们再来听听下一位观众 余先生的电话 余先生 你好 主持好 各位领导好 比如说澳门的经济 都很老实 施政报告呢 我只是看一些惠民措施而已 经济政策方面 真的没有什么去留意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近这几年 就算那段时间 我们经济深到前面也好 我觉得整体发展都是向好的 政策的道向是好的 有些时候也都很现实 不是说政府想怎样就怎样 而是说提到外围的经济 外围经济因素影响 还有有很多基本 比如经济发展 这些时候我觉得是怎么样 比如中小企 它有没有机会去做一些生意 但是有些时候也都很依靠 自身的发展 是不是 还有有些时候 现在其实 这么多个薄期 或者是一个比较相对国际性的城市 旅游当然 但是国际性 我们都不一定全部都可以进入 但是有些时候变成了人 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人才 是不是 或者我们有没有专业的人才 现在大的方向是好的 但是一些细致工作 甚至是人才会去做 最终都是港人 你要做好这些工作 你经济正向上 就是说真的一样 比如好像桑鹤那样 相对来说 低技术低学力 人工是高的 但是长远来说 我们经济 是不是很大部分的就业人 就是靠这些呢 我们是否希望有些高精尖的经济产品 或者经济产业去做出来呢 这个我觉得是政府你要去道向 但是最终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人 所以你说在经济来说 我很老实 在鄰近地区或者相对压力停止下 澳門始终是一个比较好的面 基本面是穩的 最难听说它都二十年了 其实都叫做一个总结 就是由当初谭司长 谭博言司长说 顾本培完沙士到现在 我们要稳步发展 我们可能要做一些深度的东西 这个呢 虽然是经济详细 但是其实有些可能是要 其他司长 社会文化师 或者我们做我们的基建 最简单的东西 那条轻轨你搞不定呢 大哥 你搞不定 你有些游客跟不上的 好 谢谢余先生的问题 好 我们再来听听下一位观众 张生的电话 张生 你好 大家好 各位主持人这边 How are you 今天呢 我有两个问题综合论述 那引用了两位 在立法国的答问题 首先推动了青年人要走入 一带一路的大湾区割展 做业就业 這樣創業了之後就可以引用裡面的老闆出來 再翻箭頭來澳門創業就業 這樣這件事呢 因為社會上這麼多年來 公樓的市民又不能動了 22歲就每年中英紙竹戶口基金 只支入7000元 又不能動了 綁住人 李維達的論述會不會導致了 向社會放空後炮呢 跟著樓價高企又出了立招 立招又放了一些空氣出來 說優化被清明又容易上樓 這所有論述都不能動空後炮的 首先就說明地產商大老闆資金洪巧 資金洪巧加上貿出局有3000多人士要投資移民 地產商可以托市 將樓價同時托高去 不用下樓了 都會有大老闆出來幫你買 這個不用擔心 好 多謝張先生的提問 多謝三位觀眾從不同的方面 都講到自己一些疑慮和意見 我們先聽聽幾個嘉賓一一回應 先從重申開始 你可以隨便選一個 或者你三個都會一起回應 其實看看剛才馮先生提出的 我那天馮先生提出的那個真是體力不錯 因為特別公務員的人數 其實我們看到回歸以來的人數不斷增加 特別現在我們經常講智慧城市 但是我們現在看回 其實我們的電子政務上做了多少事 現在我們看回鄰近的地方 香港也好 內地也好 特別香港其實很多年前 在未有電子政務之前 其實他們很多時候辦理的手續 其實都是比較簡化 特別可能有一些在郵政上面 以前因為未有那麼多電子的技術上面 用一個郵遞 郵遞方式之後 然後那些辦的手續都可以辦得到 我們看到現在 但是內地 現在內地最簡單就是可能用手機 已經可能辦到很多政府上面的一些手續 但是我們現在澳門方面 我們現在講的電子政務 我們聽到就說電子政務了 但是我們自己親身去做過 試過之後 原來去到尾 可能你搞完一大輪都是不行的 雖然政府不斷在提高電子政務的技術下去 但是好像 外於不知是法律的問題 可能是個人私隱的保障的問題 很多時候就受制了在這些法律上面 形成了很多東西 我們看到還有很多依賴人手 特別你去一些政府部門 我想余先生 梁先生都知道的 很多手續叫你交文件 這個部門交完那個部門又交 特別我們澳門一般的市民 我們現在特別 我想過了中小企很多 其實基本上請一些伙計回來 是服侍政府的 最簡單的就是改一個地址 如果你剛才說過飲食業 如果他有一個地址 可以請一個員工 一個員工的辭退 我想你走幾個部門才能做到的事情 最簡單的就是改一個地址 你可能走完 最簡單的 如果你是飲食業的 衛生局要報 然後財政局要報 社保要報 然後你那個民政總署 消防全部都要報 但問題是我們作為一個澳門市民 我們對的是一個澳門政府 我們不是對那麼多個部門 我們應該理論上這些文件 我交給一個地方 你一個地方全部信息 可以全部政府部門通知 其實我們市民就可以做了很多事情 也都省下很多人手 至於剛才馮先生說的那個 馮先生說的那個 他說引入高天運賞 其實我們看到現在最近 我們廣州大橋通了 其實我們接下來 我們還在這個博彩業 博彩業雖然我們是一個龍頭產業 但其實我們怎樣 剛才馮先生也提到一個問題 怎樣可以將那個稅收 其實我們有沒有想過 去怎樣 令到扶持一些行業 令到它增加的稅收 可以慢慢將對這個博彩業的依賴減少呢 我們看到現在內地的城市也好 香港的城市也好 可能他們本身沒有了博彩業 這個這麼豐盛的稅收 他們很多時候 他們很多政府部門 你跟他們去交談 去交流的時候 他們會很著緊 每個行業 對他們的地方 政府的貢獻 稅收有多少 他說這個產業來到我這裡 可以幫助我們增加稅收 怎樣增加就業 但我們可能 是不是我們的博彩稅收太豐厚 形成了我們的政府 政府可能不需要想了 我們就想博彩稅收 但博彩稅收 如果博彩稅收 現在下跌的時候 他們就很緊張 雖然你現在政府豁免了很多稅收 對於一些中小微企來講 一定是一個好處 但你怎樣令到輔助這個行業 繼續發展下去 令到它的產業 收益增加 能夠令到稅收 他願意給更多稅收政府 那你政府才可以 以日不需要再過分依賴這個博彩 現在我們看到港洲大橋的通車 其實我們的匯展業 物流業 是不是可以發展呢 但是我們怎樣可以跟得上呢 政府其實就是 我們現在有時候有些都說了 我們政府整個都是補貼給某些行業 我們怎樣能夠令到它做大做強 令到它之後發展到 整個地方能夠長遠發展 這個才是幫到我們澳門人 特別我們現在都有提過 現在說的裝學是一個叫做 都可以算是叫做技術比較低 但是工資比較高 但是其實我們看到這個 近年我們看到很多的科技 其實可以取代到這些人力的 但是我們如果到歧視 真的被科技取代了人的時候 那那些本身的技能 不是太高的員工 又會怎樣呢 那麼這個 雖然我們現在經常說 裝學不會輸入外勞 那麼這個可能 政府是要堅持這個 但是問題是怎樣 當它將來不是被外勞去取代的時候呢 那麼我們可以怎樣做呢 那我先說一說吧 好 那余先生呢 也是回應一下之前觀眾的一些問題 或者我回應一下余先生 他本身來說是說那個 我們這幾年 未來這幾年的發展方向 我個人認為 就說需要在強化現有優勢 因為本身我們的基礎是十分穩固的 在穩固之中再更加優快 因為我們其實有很多優快的空間 另外來說 因為我們畢竟是一個旅遊城市 還有我們的市容是可以做到的 我們不需要跨部門 我們一個部門都可以做 市容就比較美化很多 好像關閘口出來那裡 現在很舊 很殘破 那些遊客最多人經過 一看澳門又說世界旅遊遊中心 為什麼這麼可舊呢 那麼這是一個問題 還有一個政府的行政效率 比如好像去年說 天叠之後 巴士總站要兩年多之後才可以的 咦 今年就說年底就可以了 什麼原因呢 行政效率 令到我們市民的訴求很強烈 那麼行政效率就加快了 所以我們政府行政效率其實就可以提升的 看看它的積不積極性怎麼樣 另外來的 我個人認為就是 澳門是未來這一兩年雖然充滿挑戰 但是也有機遇的 因為港洲大局通了之後 就會一個物流那方面 還有那個會展業的專業人士 就會採購者會比較多的 因為我們的會展業的酒店的房間 場地是比輪伐是優勝很多的 那麼所以龍頭產業之外 就再拓展的會議展覽業 是一個另外一個雙引擎 除了旅遊業之下 那麼再加上日後我們的中華文化 還有一個旅遊的教育基地 那麼我相信澳門的前景是美好的 但是澳門的施政效率 還有各個行政各方面的 我們也需要改善 因為我們也需要配合到國家的國策 比如大灣區的發展 一帶一路的做法 那麼大灣區的發展 現在很多的城市 就是深圳來講 超越了香港了 廣州超越了香港了 我們現在就有一個好處 就是唯一的獨家牌照 我們正在吃老本 再加上大家就可以去珠海看看 珠海的赤字預算 都可以搞到一個城市 這麼美化 這麼美輪美緩的 我們澳門這麼多的資源 為什麼我們的城市不可以搞好一點呢 是不是 最簡單 問題是為什麼效率 廣州大橋09年開始動工 2017年已經可以通車 到今年才正式通車 完全的規劃 周邊規劃 現在才開始規劃 這是什麼效率 所以需要希望政府加強行政效率 梁先生有沒有回應一下 之前張森提及到一些投資移民 和一些千年常留的問題 我都是講回和一個 剛才余先生講的那樣東西 都是和地產界相關的 因為其實地產這個行業 在澳門薄彩業以外 是另外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行業 它對經濟的作用舉足輕重 政府經常都想說 我們澳門那個產業不多元 不要經常覺得 那些年輕人一讀完書就要投身去博彩業 澳門沒有其他產業 經常都想說產業多元 其實我記得在回歸後沒多久 政府有提倡過 將澳門作為變成一個 一至少是一百萬人口的一個城市 我相當記得的 去到後期不知道是什麼原因 經歷了十幾年 去到今天 第一又沒有作為過 所謂的之前的投資移民 或者專財移民 已經不知道它處理發展成怎樣 我今天有個想法就是 如果想澳門可以有經濟色度多元 首先我覺得政府要先檢討人口政策 經常都說要有行業 才讓你輸入專財 好了 究竟你們有沒有想過 輸入了相關的專財 你有一個政策 你才能留得到人才 以及有人口 你才可以認識多元 澳門現在就算發展了十幾年 到今天 常住人口 講的都是連外勞 加起來最多都是八十萬 七十多八十萬 在這個人口底下 每個人都看著博彩業 那你想那些人怎樣去發展其他產業呢 宣傳和透明度又不高 剛才余先生都說 經常叫他回到大灣區發展 喂 那些東西你都未搞清楚 稅收 哪裡出糧呢 社保哪裡買呢 這些根本都還未處理好 我不是在批評政府 政府有他的難處 我知道 剛才我跟宋偉傑先生都有講一些問題 究竟是誰不作為呢 外觀很殘破 究竟有沒有去處理 我們想一想 只是搞一個物業管理 去大廈維修 減少多些日久失修的外牆剝落 導致商人的女兒 我們看到這一兩年都不少 天甲打猴 但是我們有很多公務員 我們拿了很多公帑 去養了很多很臉腫的部門 那究竟這件事有沒有檢討呢 另外 政府有沒有想過 要怎樣去創新 去想怎樣留住吸引人才來澳門 這件事我覺得他也要去想一想 至於你說地產的 我又沒有什麼 之前那個張先生就說 他覺得臨時的辣椒不夠辣 我想說一句 縱觀在這25年的地產業裡面 我們統計過 其實寒冷和困難的時間 是比次熱的時間是長的 澳門是經歷了2002年到2013年 這10年 但是由191, 92年來到今天 2018年這26年裡面 不好的時間是多的 就算經歷了由2002年到10上 中間也經歷了金融海嘯 經歷了很多 我覺得要橫觀點來看 看一個行業 我想這樣講 我明白 我們都知道這次《金檢國》他們都要講到 現在正在和你們的大型支付機構就是微信 希望微信可以落伏到本土 關於店子支付方面 紀委有些什麼意見呢 先聽聽余先生的意見 往事頌生 無事頌生 大家一起來一起探討 電視支付是大勢所趨的 只不過現在的微信支付和支付寶在澳門落湖之下 它的收費率是多少 這個是重點來的 因為國內電視支付的收費成本比較低 所以比較是 多人應用得很快 但如果它是落到澳門也要1.4%之下的 1.4%之下 跟信用卡是差一點點而已 信用度 各方面的東西 是否這麼多人應用呢 這個是一個問題 我想主要就是在營運成本那裡 那個收支有多少 這個才是重點 如果那個收費是再降低一點的 我想它使用的商家會更加樂意地用 另外剛才剛才的辣椒夠不夠辣 首先我們要清楚就是現時 我們的總的房屋是18萬7千戶 每一戶是4個人 已經有70多萬個人可以住在那裡 將那個物業出去收租呢 或者好像有部分的人 喂 好像非法旅館那樣 我租過給他 跟著他在非法旅館之下 封的是業主 損失是業主 那我不如不要出租啦 那我寧願將那些物業是收在那裡 不出租了 那這個因為我們做 即是有些投資物業者 肯定有一個弘暴的 大家計數而已 如果條文是這樣約束了出租的意欲的 而你這邊又是說要立個空置稅 那你是有什麼公道這個時間呢 何況你現在日後 現在日後就是AB區 那些公民的東西會比較 供應量會比較多的 房地產市場這一刻好像不錯 但是這段時間都升不到的 房主大直通過都升不到的 你已經知道權利在哪裏 好 那我們繼續談談這個電子師傅吧 這次我講電子師傅的問題 我們現在用來看